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对睡眠非常重视 睡眠往往是一种无意识的愉快状态 通常发生在躺在床上和夜里我们允许自己休息的时候 与叫醒状态相比较睡眠的时候 人与周围的接触停止 自觉意识消失 不再能控制自己说什么或做什么 处在睡眠状态的人肌肉放松 不同的人在放松时的状态都不一样 因此会形成不同的睡姿 睡相 然而在不同的睡相之下 相学中则寓意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对运势的影响 好的睡相会让你运势大增 不好的睡相反而会破坏你的人生运势 下面就跟随大佬一起来看看 不同的睡相对运势有何影响吧 一 十一种睡相一生穷苦 一 睡觉打憨 财气二字讲究的便是先有气再无财 倘若一个人常年打呼 别说财气 连自己的精气神都会被吹走 又怎会给自己攒下好运气呢 并且睡觉打呼看似是一件小事 其中却隐藏了不少身体健康的安全隐患 因此常年睡觉打呼的人最好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治疗 二 睡觉磨牙 在医学上对于人在睡觉时磨牙这一行为有很多种说法 无论是胃病还是精神紧张 这都是自己的身体在对健康做预警 而从相学的角度出发 磨牙煮肝火旺盛 不论男女都说明身体技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如此又怎会有足够的本事赚取钱财 三 睡眠不稳 夜里睡不安稳或者动静贫多的人 大抵在性格健康智慧财气死者中至少一处亦有缺陷 在夜间睡眠不稳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长时间下来自然身体欠佳财气难聚 四 睡中气候 睡中气候是指在人完全熟睡之后 出现呼吸粗大短促 像狮子怒吼一样 有这个习惯的人往往财运不佳 甚至会造成自己的财产散尽 除此之外 睡觉有气候的人在与人相处的关系上也处理不好 难以有真正的朋友 或许会一生孤独 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而且这种朋友往往在健康方面的影响较大 容易受到一些大病的困扰 因此身体健康容易出现每况日下的危机 因此要多多留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五 开口而睡 开口而睡是指在睡眠时双嘴张开 呼呼大睡 睡觉张嘴的人容易出现健康方面的问题 从风水上讲 嘴巴好比住宅的大门 睡觉的时候不关门 那么人体中气就会泄出去 自己的气场也会越来越差 不仅影响运势 还会影响健康 从中医的角度讲 睡觉张嘴的人主要是五脏六腑中的脾脏不好 建议不妨改掉这个习惯 以免自己的气外露影响到自己的健康 六 咬牙而睡 咬牙而睡并非闭口而睡 而是指在睡眠休息时牙齿时常出现紧咬的情况 从面部上来看有双腮处紧张的情况 有这种睡姿的朋友往往建议要远离争斗和暴力世界 因为这两类朋友比他人更容易因争斗和暴力而有所上身 成为争斗事件或者街头暴力的牺牲品 因此在工作生活时要谨言慎行 不可热衷于暴力解决问题 七 睡中开眼 睡觉睁眼是指整个眼睛都睁开的人 风水学认为这类人一生容易出现很多风险 而且脾气暴躁 容易与他人发生冲突 自然也容易遭人陷害 除此之外 而睡觉睁眼睛的人也容易磕到自己伴侣 女人磕夫 男人磕妻 而且有这种睡姿的朋友应在平时的出行上多多注意 因为在相学中来看 这类睡姿的朋友往往容易在出行时遇到一些危险 因此尤其对于驾车的朋友们来说更应提高警惕 切勿饮酒驾车或者疲劳驾车 这样出事的机会要远大于其他人 8.睡中乱语 睡中乱语按通俗一点来说 就是指在深睡之后说一些稀奇古怪的梦话 有这种睡眠的朋友 首先从睡眠质量上来看就不是很好 因此在工作生活中容易出现萎靡不振 精神不佳的情况 此外在相学中来看 这种朋友一般属于比较懦弱怕事的类型 在为人处事中往往低声下气 有一些窝囊的感觉 因此要树立自己的信心才是迈向成功大门的钥匙 9.上床就困立马入睡 所谓上床就困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是上床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进入梦乡 并且还容易有睡得死 不爱起床等习惯 对于这类朋友而言 往往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属于顽固分子 听不进别人的良言 自己在为人处事时也容易有一意孤行的表现 因此不利于个人的发展 要海纳百川 积极改善人际关系 方可改变现状 10.爱翻身睡 爱翻身睡是指在睡眠休息的时候 总是有翻身的动作 让别人感觉睡得不舒服不踏实 甚至翻来覆去 对于这种朋友们来说 经常翻身容易导致在性格和情绪上的波动较大 在工作生活中 容易出现情绪的失控现象 此外在为人处事时 容易出现耐心不足 做事没常性的情况 因此不利于稳中求胜 所以对于这种朋友而言 多做一些是情绪平静的事情 如书法 茶道等 可以缓解情绪的大起大落 11.睡如养尸 睡如养尸是指在睡眠休息之后 睡姿犹如尸体一样仰面平睡 四肢僵直的睡姿 有这种睡姿的朋友们 往往在经济财力上 容易出现不如意和破损的情况 常常容易出现 入不敷出的经济危机 此外 在健康方面也容易有所破损 容易受到疾病和学过的侵扰 因此伤身 所以对于这类朋友而言 在平时要多积蓄一些财力 便大消费大手大脚 此外 在身体健康方面也要因此重视 且不可忽视身体的健康 二 五种睡相 富贵一生 一 睡相平稳 睡觉时安静宜染 呼吸匀畅 并且少翻身和梦化的人 一般睡眠质量比较高 所以这类人的身体 总是能得到良好的修养和恢复 而身体健康 精神饱满的人 一般运势都比较好 因此这种睡相 是比较理想的睡相 二 安静宜染的睡姿 安静宜染的睡姿 就是大家通常理解的 甜静的睡姿 一般在入睡之后 呼吸匀畅 少翻身 少动静 无梦化 从面部看上去 睡得很甜美 有这样睡姿的朋友 往往好运气 常伴身边 在工作生活中 会得到大家的帮助 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尤其对于女生而言 往往天生丽质 有嫁入豪门之兆 此外 这种睡姿的朋友们 健康方面比较良好 自身免疫力较高 不容易受到病痛的侵扰 三 屈身而睡的睡姿 屈身而睡 是指在休息睡眠时 喜欢身体蜷缩 或略有弯曲的睡眠姿势 有这种睡眠姿势的朋友 往往属于名利不错的朋友 容易得到他人的尊敬和羡慕 并且在自己所在的领域中 容易取得娇人的成绩 是大家眼中的天之娇子 此外 在工作生活中 贵人协助也成为这类朋友的一大特点 即使遇到了一些挫折 也会借助朋友或贵人的帮助 而迎刃而解 整体发展 稳中有升 四 屈身而睡的睡姿 屈身而睡是指大家在休息时 喜欢以侧卧的方式休息 有这种睡姿的朋友 在相学中 是只能够在自身发展中 取得一些成绩的朋友 无论是经商还是从政 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成绩 此外 从财运上来说 这类朋友们在财运上 往往有不俗的成绩 家庭生活富足 对于一些高雅的艺术也颇有兴趣 有一些贵族的气质 在生活工作中的点滴小事中呈现 整体运势稳中上升 五 平躺身体 成大字 此类人对待生活比较积极 性格活泼热情 对待他人友好 比较真诚无私 不过也由于广交朋友 所以你的人脉关系 比普通人要好得多 只要你充分利用好自己的人脉关系 在事业上好好使用资源 你就将会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你也会因为自己的事业 上了更高的台阶 从而自己也步入富豪的行列之中 大佬提醒大家 睡觉的这些习惯 虽然只是一个小习惯 但是也会对我们的运势 有很大的影响 不妨改掉 对我们的运势和身体健康 都比较有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